Hello 大家好,我是桑普,来到7月24日的凌晨时分,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桑普频道,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火金本人,希望也都看完这段片了 我们继续讲关于美国大选的情况,哈利斯,我们今集会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给大家看到哈利斯 它是各方面的政策,外交,中国有什么特征,我为什么会对它有负面评价,也能跟大家讲清楚 我想在这个时候,刚刚新出道的消息,就是特勤局长,secret service director,Kimberly Cheeto,已经辞职了 当然,正如Mike Johnson所说的是overdue,基本上早应该辞职,不是现在才辞职 不过怎样都好,次来都已经辞职了,那现在由Ronald Roig,这个副局长,代行他的职务 那拜登再会任命一个新的特勤局长,secret service director,去取代Kimberly Cheeto 另外,共和党也是很积极地要求拜登退位,他运用的当然是 就是宪法修正案的第25修正案,那就要罢免拜登,当然要罢免拜登 按照宪法第25修正案规定,要副总统和多数内閣成员向国会提交书面声明 就先要由副总统,就是Kimberly Harris和多数内閣成员先向国会提交 之后,认为总统无法离肯职权可以罢免的总统程序 当然,如果总统反对的话,国会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最终解除总统的职务 当然,你无论在众议院、参议院都没有可能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可以去解除他的职务 即使是共和党人all in,民主党人是否可以in到呢?我想也是非常难 选举在职,11月5日就会选举,1月20日就是新的总统就会当选,接着就是就职 可以这样说,只要副总统,就是Kimberly Harris不要现在夺权 他希望通过选举之后去夺权的话 分分钟就是说他没有这样的诱因去这样做 这个当然是共和党的一种设计 就是换言之,如果共和党是可以强调到 Well,就是你自己Kimberly Harris代替了这个拜登 现在就是说拿一个罢免他,民主党人现在把这个老人家弄走的话 那之后又罢免再执政,一直到1月20日,1月到11月5日为止 所有的败迹都可以成为Kimberly Harris的把柄 那当然他们民主党没有任何的原因要这样做 所以我想当然了,言者尊尊,听不者妙妙下 很多共和党人都知道,比如说 共和党的Missouri的联邦参议员Eric Schmidt 亦都在7月22日,要求内阁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拜登 我今天看到刚刚Mike Johnson联合很多共和党的参众议员 都是发表了新闻记者会,希望他退,但我基本上觉得会退的机会不大 而且一个决定权就是在副总统手上 参议员不可以主动提案要求罢免,不可以的 就是按照第25条修正案是副总统,尤其是副总统 这一笔就等于他没有一个风险,所以在现实上来说 是很难要求到拜登退位,但是当然了,我们很清楚 凡是JD Fence或者Mike Johnson都说过 如果你今天都没有办法选下去,那你怎样可能 有办法继续执政呢?这半年是很危险的 你一个拖住病区被人觉得你是弱,being regarded or seen as weak 那你所有的领袖,乌克兰怎么看你,俄罗斯怎么看你,哈马斯怎么看你 伊朗怎么看你,北韩怎么看你,中国怎么看你,英国怎么看你,日本怎么看你 这很多问题会产生,日本固然有它的问题 那如果日本自民党叛党会,就是看着拜登都退了,那是不是岸田文雄都要退呢? 那现在就是日本讨论中的问题了,那当然不是拜登退,岸田就要退 因为岸田是声望比较低,那现在用这个地方来push它下台 很多自民党不同派也会这样,而且要担心呢,未来的选举会失利等等的东西 民主国家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争论,是健康的,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今天拜登退了,哈里斯会不会上位呢? 即是说他会不会通过这个11月5号这个选举投票,可以取得到这个位置呢?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上一次都说过了,其实普选票,其实是irrelevant的 普选票popular vote,应该是特朗普都在赢中,这个哈里斯呢 两个percent,一至两个percent不上下,那都是五叉范围 那即是这个情况,即使那些post,讲关于拜登,未发生这个所谓的 六月底的这个,这个辩论事件之前呢,基本上的情况都类似 但popular vote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Electral vote,选举人票 这个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嘛,那我们看回呢,有一些网站 都综合了成几十个民意调查,做一个中位数 那他发现呢,就是说的确是一些摇摆州呢,就再到摇摆了 那但是基本上摇摆的话呢,都是semi倾向Trump是会赢的 包括nevada,arizona,georgia,north carolina,这些基本的州 基本上Wisconsin,这些基本的州是Trump会赢的 Torsup的州,就基本上是这个Michigan 那另外就是偏向南少少的,slightly是对这个是 就是Kamlet Harris有来的呢,Minnesota 和以前一些呢,动摇过的州,比如Virginia,new Jersey,new Hampshire 都可能投回民主党的怀抱 但即使是这样,最保守估计呢,共和党依然是 就是这个Trump依然是以297的选举人票,赢过这个Kamlet Harris的226 是啊,相差这么多,因为重要的地方不是普选票,是选举人票 是每个州有一个全有或全无的票 而297和26就是统计过这些情况,来做出来的表示 当然Trump可胜不稳,看高一线,但不要以为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很多东西就会将它塑造成一个什么呢? 德兰修女,我们上次讲,Ted Cruz就讲了 将这个,很多舆论将这个Kamlet Harris呢 有传说他就是靠自己下体来上位,就是做鸡来上位 那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那大家可以可想而知了,我现在不评论着,遲些才和大家说 但肯定呢,这件事,他,无论他是不是做鸡上位都好 那现在就将他妙无成为,即是一个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 那是很可怕的 那有一些比较有另类的一些综合性的调查 所发现,Trump是332选举人票,对这个Kamlet Harris 那我就没有那么乐观的,我都觉得大概是297对226 甚至无告差,他会更加宿杂 再加上现在的选举制度,容许什么呢? mail ballots,邮递投票,容许什么呢? 机器点票,容许什么呢? 延迟投票,容许什么呢? 跨州投票,容许什么呢? no photo ID,no proof of identification,no proof of citizenship 那怎么投票呢? 所以我今时今日就知道 现在是未改革选举制度之前 一旦双方咬得紧的话 无论是谁赢了这场选举 一定很大争议 而那个纷扰会在11月5日到1月20日为止 这就是有些人在操纵的一个奇贡 那么我想这件事的话 深层政府贏不贏得到会闹事 我会很担心美国的情况 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 哈利斯的筹款活动当然很厉害 即是又是81MIL,又是96MIL 现在超过100MIL 即是超过1亿美金 在几日之内进涨 由星期日到现在 基本上过了两三日时间 就已经100MIL 即是1亿美金的进涨 而且他的delegate 即是他拿到的代表人票 记者逐个逐个 即是几千个 找一些记者逐个逐个打电话 去不同的delegate 去问 那么发觉到呢 最新美联社的统计呢 是有2887个 现在数字在增加的 门栏呢 其实早已超过了 门栏是1976票 那么我们看到47票是未决定 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的了 即是说呢 2887 换言之是 基本上他一定会成为呢 民主党的候选人 而两院的领袖 即是 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民主党的Chuck Schumer 众议院的少数党的领袖 即是Hakim 这个Jeffries呢 都已经宣布支持 那么Nancy Pelosi更加是 那么 哈林顿夫妇 即是哈林顿和希拉莉 都已经宣布支持这个 他们了 所以无论呢 第一轮投票的 Pledge Delegates 还是第二轮投票的 Super Delegates 基本上呢 即是超级代表人呢 那么民主党基本上 是必定会推这个 这个Kamlet Harris 那也都其他 那些所谓的州长 兴趣缺缺 现在你没有办法 在这个地方 囚到更多的钱 钱 大粒脑 全部All in Delegates 几个关键 金主 元老 代表人 三个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归位了 所以看到Kamlet Harris 基本上是 计定是成为民主党的 这个候选人了 那我也都不希望 他成为美国 第四是七任总统了 那么这个是 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 那么另外就是 拜登呢 就是宣布 就会在 今天守候 那就是说 在 星期三 二十四号的 夜晚八点钟 其实相对于 应该是 我现在在录节目之后呢 大概三十个钟 三十个钟左右之后的时间呢 就会去 对全国 在白宫的 椭圆形办公室那里呢 宣告他自己 为什么要退选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呢 就是说清楚 因为身体问题呢 还是因为被人逼供呢 是不是 因为很多人就开始说 他是被人逼供的嘛 是不是 就是说很多人对他 会哭话嘛 而搞到他呢 就说 哎呀 找哈里斯来做呢 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想告诉团队 接受他 他是最好的人选 我知道 昨天的消息令人惊讶 大家听到很难受 但是这个是正确的决定 我不会出现在选票上 但仍会全心投入 我的总统任期还有六个月 我决心全力完成外交和国内政政 我就说你已经病均了 即北美病夫了 那你还可不可能完成到这六个月的任期 而且你不会被人视为弱者 病均 病夫呢 那你很难的 是不是 那就 看到这一点呢 就是他自己的自便 但是这些自便很无意思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呢 我会看到呢 就是拜登 会这样的交代 对他交代如何 会影响到战局呢 不会 你已经退了 你已经不在棋局里面了 如果说现实的地方来说 谁能够夺到权 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You are out 拜拜 拜登 那另外呢 特朗普呢 也都是觉得呢 拜登和哈里斯呢 是根本上呢 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I was forced to take a bullet for democracy 而他觉得这个great honor 他都没有任何后悔的 那同时 这个看到川普 即特朗普和哈里斯 哈里斯的辩论呢 那很多的媒体 故意在那製造一些不实消息 谁有这样说过呢 特朗普的说法是什么呢 ABC News is not worthy of holding a debate 他觉得应该用fox news去做 很多人传有些fake news 特朗普就说不想再第二次辩论 其实基本上第一次辩论 因为拜登已经玩完了 这次不是川敗变 是川虾变 那川虾变呢 就会不会举行呢 会举行 但是 特朗普不想在ABC News 这个左家媒体 他希望呢 在这个中间派的fox news 那大家都在聊 那这个地点问题 规则问题 主持问题 那希望做一些比较实质上的改变 All the fair 第一次在CNN 左到爆的媒体 跟着你今次 是不是要找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 就是 一人一次嘛 一人选一次嘛 很公平啦 fair 那我们知道哈利斯 亦都在今天 就是星期二的 美国时间 美东时间 会在Wisconsin 做rally 那我们看看 他的表现是怎样 一个在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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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上听到一个片段 就是说 究竟 这个 就是 你会 就是有些主持人 就问这个哈利斯 究竟你怎么看 怎样 他笑,然後突然言不及意說他從來沒有去過歐洲, 今天很荒謬,而他很多政策基本上是拜登二世, 而他最離譜的一點是怎樣呢? 他被譽為是極左派中的極左派。 根據美國保守派的媒體, Brightbark News在7月20日的報導, 2019年的Government Track評分顯示, 哈利斯當時是美國聯邦參議院中最自由派的議員, 應該說最左的議員, 立場甚至被數有美國最左傾的參議員之稱的獨立參議員, Bernie Sanders,桑德斯更加激進。 2019年當時哈利斯還是參議員的時候, 100位參議員,哈利斯排名第100, 成為最左傾的議員, 相比之下,Bernie Sanders排名是第99, 可見這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 即是我很擔心美國馬克思主義會重臨, 不單是修正主義的問題, 而美國馬克思主義重臨的話, 會摧毀整個美國立國的基礎, 這個摧毀基本上是逐點逐點滲透, 拆反,鬥爭, 新型的鬥爭, 再到這個奪穢的情況, 我想這件事大家要好注意。 這份評比就發現, 哈利斯參與跨黨派法案的比例, 在民主黨參議員中是最低的, 只是15%的共同提案, 來自非民主黨的議員, 另外, 他還是出席率第三低的參議員, 第一, 懶, 第二, 他不願意跟其他人形成一個合作的關係, 但是跨黨派的法案, 基本上參與比較低, 我知道他有參加過, 這個香港的人權民主法案, 以及關於2019年推出, 2020年這個通過的, 新疆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 就是制裁個人,實體等等的事情, 但我想當時跨黨派共識, 他都要跟隨的, 他對外交事務的了解, 是非常淺的, 他主要在四年裏面表現, 和以前一直做的表現, 是內政為主的, 他對外交的一個講法, 全部是緊跟民主黨的建制派, 或者是拜登的調調, 當然他在內政方面, 是比較左傾的, 在外交方面, 他基本上緊跟這條調子, 但是他對以下衝突, 都是傾向支持巴勒斯坦那些人, 或者保護那些無辜的人, 要勸指以色列, 甚至不希望立即停火, immediate ceasefire, 當然這件事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為什麼immediate ceasefire呢? 是吧? 這基本上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還有他說, 3月4日的時候, 苦難巨大, 要立即停火, 今年3月的時候, 以色列用地面進攻, 攻擊這個加薩地帶, 他說一個人道災難, 他說如果以色列攻擊拉法的話, 會有後果的, 要脅以色列, 最近內塔利亞湖, 就想著想訪問美國, 但由於拜登現在染了COVID-19, 中國病毒的話, 可能整件事會推遲一段時間, 情況會怎樣就不知道, 但是當然, 你說這個哈利斯, 有沒有說, 支持以色列, 成立和美國的一種緊密的聯盟關係, 捍衛以色列的安全智慧, 他說以色列, 你不繼續保護你的安全, 你不自衛咯, 美國會支持以色列的安全, 形成Iron Clad, 好像一個鐵盾一樣, 同時他說, 要保障巴勒斯坦公民, 在這個加薩地帶各行的生命等等, 他說要提供人道援助的東西, 那又交下去了, 即我問你, 一場戰爭, 一定會有無辜的人死亡, 但不要忘記, 哈馬斯的手法是很離譜的, 他將所有的人, 無辜的人, 放在建築物的外圍, 然後呢, 就入面做炸彈, 射飛彈, 這樣, 所以這一場是, 軍民一體的戰爭來的, 我們不能忘記一下, 我都知道, 即是說, 稍後會說回他一些其他的政策, 但肯定呢, 他是一個最左傾的議員, 即是希望大家要明白, 這一點是相當嚴正的一個說法, 另外看到呢, JD Fans也說過了, 他所看到的就是, 在JD Fans在Virginia的Ready裡面說到, 即是演說裡面說到, 歷史將會銘記拜登, 他不只一個半途而廢的人, 就是美國史上最難的總統之一, 但哈里斯的狀況, 比拜登還要難一百萬倍, one million, 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 他承認, 即是他就是, 哈里斯承認, 拜登的每一次失敗, 並在, 拜登擔任總統時的心智能力, 這個議題上面, 殺謊, 即是他明知道拜登不良於言行, 他知道拜登, 認知衰退, 依然呢, 坦糊, 去到最尾巴克, 你說是不是很離譜? 那麼, 尤其呢, 現在就是, Fence, 去到他的母校, Iowa的Mittletown High School, 和Virginia的Redford, 做競選演說, 目的在宣傳他在Russbelt, 就是鐵秀大, 以及救工業城鎮, 救工業區, 和美國地方小鎮保守主義吸引力, 這件事是, 強調拜登政府早已遺忘這些地方的, 我想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 我想, 看回JD Vance, 我相信, 他會越來越, 表現出他出色的表現, 我都要樂見其成, 同時我都看到, 這一節要分析一下, 這個哈利斯, 究竟他的整個政策如何看, 在講這個之前, 我想講, 我知道我故意被用賀錦麗這個名字, 哈利斯的第一名叫, Ka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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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這樣講, 標準讀音, 因為這個字不是英文來的, 是印度語來的, 因為他母親是印度人, 他是印度裔人士, 他的父親是黑人, 所以, 變成非亞裔, 不是non-Asian, 是非洲African 和Asian族裔的人士, 並不是白人, 哈利斯, 基本上Kamala, 在印度話來講, 就叫做蓮花, 而這個名字也是他母親幫他改的, 這個本身就是他的名字, 那但他怎樣會叫賀錦麗呢, 才會說明一下, 这个叫救金山,就是三藩市,市府的妇女委员,也是当地的政府律师,苏荣麗这个朋友, 她的爸爸,现在已经身故的,就是一个乔领的父亲,叫苏锦芬,每次苏锡芬帮她改的, 卡普林哈里斯的好朋友就是这个苏榮黎,这个苏榮黎英文很好,中文一般,于是找了爸爸去请悬,不如爸爸帮我改吧, 而这个苏锡芬帮卡普林哈里斯改名苏锡芬帮,是很著名的加州华侨领袖,是驻美中华总会馆的重要成员, 这个人不但帮卡普林哈里斯改,亦都帮她的老公Douglas Amhoff去改的, Douglas Amhoff我说过去DLA Piper,即欧华法律事务所,是做合伙人,为她老公改了一个叫任德龙的, 当然很多人说什么叫做何锦麗,何就是祝贺的意思,完全不是取音的,不是卡普林哈里斯,何就是祝贺的意思, 接着呢,这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改名这个爸爸的女儿,就是苏榮麗,所以说个例子, 那原先呢,这个卡普林哈里斯不想说Pretty Beautiful这些字在名字, 但是最后被这个苏榮麗所说服,所以变成了叫何锦麗, 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这样的加州华侨领袖,或者驻美中华会馆的成员呢, 其实它和中华民国台湾政府有关系,1992年呢,曾经在另一个,比如说, 恩树燦的带团之下呢,作为海外外团包,回来台湾,见过李登辉的, 但重点它不是一个呢,效忠于台湾的人,是整个中华总会馆, 基本上呢,是非常多的共谍滲透,而这个共谍滲透,包括了中华总会馆, 和基本上是个Twin,中华总商会呢,都相当严重, 中华总商会的亲共领事就叫王永乐, 而他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呢,和这个三藩市的前市长, 这个是Villy,和他的代理人,就是一个白手套的白兰呢, 中共的坚侠呢,白兰呢,是相当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呢,即使他是由台湾出身, 或者那些华侨领袖,但我想看回, 最后他是和共产党过創生物的, OK,不要怀疑他不是台派来的,这班人, 这班人呢,其实就是一班红蓝联盟的重要人物, 而最后,这个中华总会馆,中华总商会, 受到共产党的渗透,拆反呢,相当多, 而这班人,即是这班人, 是当时何锦丽,是2003年,要选三藩市, 即是九金山的检察长的时候, 这些人帮他改个名,蘇石勋帮他改个名, 所以其内有志,他和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当时建立直接联系呢,不是, 但是起码这班人,是和中国眉来眼去的, 而这些就是他的朋友,帮他改名的人, 所以我就说,我不会, 将他叫何锦丽,也都呼吁大家, 不要在留言的时候, 射射何锦丽,即是说真的, 这些全部共产党的改名方式, 那你便按照一般改名的方式, 譬如特朗普叫川普, 拜登叫拜登, 拜登就是拜登, 那哈里斯就是哈里斯, 怎麽要按中文名下去呢, 这个荒谬, 那你说英国的首相, 各个都是改一些这样的名字, 但英国不同, 改名的人, 是一套以前英国的名字, 怎麽有翻译成中文的固定的格式, 这个香港的时代已经有这样的情况, 完全不是共产党的手笔, 而这个手笔是谁改的, 何锦丽, 是一班他自己, 共产党改的手笔来的, 所以我就基本上, 我不太认同这些说法, 这个刚刚说的这位苏石勋, 基本上是, 就是三藩市公务局的结构工程师, 实际上呢, 他很多地方, 和中共的侨舍, 中共的很多立场, 是基本上呢, 非常若七若离, 而这个中华总会馆, 你查回Wiki, 他有些, 究竟要挂中华民国旗,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呢, 是有很多的争论的, 你今天去过三藩市, 或者去看唐人街, 你会知道, 绝大多数他们的建筑物, 都是挂五星刺奇的, 绝大多数, 你自己去看看, 这一样东西就看得到, 那个浓郁程度在哪个地方, 那你说苏石勋, 苏荣麗, 他们的政治立场是怎样, 你自己想想, 那这一点是重要的, 那这个之外, 我们讲回他一些想法, 我和很多台湾的评论人, 比如说一些, 汪浩等等人, 我们都有共同的一种认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毫无偉言, 民主党, 拜登是建制派, 哈利斯是极左派, 当时政府是这样的搭档, 如果, 换成极左派上场, 是将刺坏, 换成更坏, OK? 这个是我的看法, 不是代表其他人看法, 我觉得是, 刺坏, 换成更坏, 将民主党的建制派, 换成, 同样受深层政府, 重新支配的极左派, 那么这个极左派, 基本上很担心, 很大问题, 哈利斯的爸爸,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 OK? 他妈妈是做医疗方面的事, 那么我们看回, 就是说, 他和三藩市的, 中共的华人社团关系密切, 那么这些社团都是受中共统战, 改名也是这样的改法, 哈利斯主张, 叫做, 开放边境, 他的说法就是, 被拜登当时, 叫他有负责, 去探讨移民的root cause, 根本问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他就认为, 所谓的, 这些人, 全部都是叫做, 无证移民, 而不是非法移民, 各位, 你可以, 问下你有关的律师, 探讨这些问题, 我自己告诉你, 你无证移民, 你怎样说服我, 他是合法入境的? 你没有, 那帮左教, 整天搞了些名词的分判, 无证移民, 在我心目当中, 就是非法移民, 喂, 你可以, 搬关山越水, 由墨西哥穿越, 铁丝网, 在那些围场道, 未建好的地方, 闯进来, 没有证件, 那就被你在这里住, 那你不是非法入境是什么? 你非法入境在先, 那你还不是非法移民, 非法入, 不要说移民, 非法入境者, Illegal entrance, 非法入境者, 非法入境者, 那你非法入境者就要遣返, 所以对的, deportation是对的, 有什么问题? 那你如果认为, 哇, 这样不行的, 我们缺乏青藏劳动力, 我们需要这些人便宜便宜便宜, 那你为什么, 不在法律制度里面, 去吸引, 或者开放, 青藏劳动力, 依据合法途径来美国呢? 整件事我觉得很反常识, 你问个小孩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去接受的一件事, 接着哈利斯还有一件事, 就是proposition 47, 当然proposition 47 不是他proposed的, 但他身为三藩市, 的检察长, 后来成为了整个加州检察总长, 他也都不牵涉到个案的判断, 但不要忘记, proposition 47, 冠名, 它是neighborhood friendly act 那个法案的名称, 是他冠名的, 他是proposition 47的supporter, 根据proposition 47, 他有没有仲放过更多人, 因为容许, 他整个检察系统, 下面的, 譬如三藩市, 湾区, 屋轮, 或者什么地方, 这些地方的人, 譬如洛杉矶等等的人, 这些地方, 你们检察官自己判断, 当然, 他没有绝对干预每个个案角色, 这个加州的检察总长, 他处理去到这个state, 那个level,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上诉的案件, 或者再上诉的案件, 有, 他不可以完全不占科的, 有, 但他不是proposition 47, 但他支持, 我再说一次, 他支持proposition 47, 什么叫proposition 47, 你去偷东西, 你去加州人实资的了, 去偷东西, 抢东西, 950美元以下的, 不算犯罪, 不被起诉, 950美元以下的, 不会被起诉, 所以那些人笑, 你拿着计数机进去, 或者拿手机进去, open你的calculator, 我偷同档, 5元, 偷底裤10元, 偷本书20元, 加到949元, 可以, 可以了, 不用买单, 走, 不会被起诉, 为什么? 他说, 我们要仁慈, 对待所有轻罪的人, 只要你不牵涉暴力犯罪, 只要非暴力犯罪, 我们要lenient, 我们要仁慈, 宽松, 我们要对你们, 基本上不要再判你监了, 有你走啦, 曾经有些perpetrator, child abuse, 放他, 只要你abuse, 不是很暴力, 不算太暴力, 放你, 偷东西, 偷东西, 不是暴力, 偷东西, 偷什么力, 抢东西, 你不要伤到人的抢东西, 都不算暴力, 但如果你打架劫石, 那不算了, 便利店, 油站, 偷东西, 只要你偷不够950元, 不起数, 这些是左胶, 这些是左派, 那你说这些说法是否荒谬? 说真的, 他支持这件事, 他在支持这件事, 很多人就说他没有proposition 47, yes, 但他冠名, 这个act, 他冠名, 所有有证据看到的, 而且, 他在支持这件事, 所以我想这件事很清楚, 另外就是说, 对国际关系毫无概念, 时常答非所问大少了解, 他很长时间, 他都没有离开过美国, 最多的时间去其他地方就是他任内, 很多的出访机会, 所以他才有机会去不同地方, 三年半访问超过19个国家, 见超过150个外国政要, OK, 他带上合法化marijuana的legalization, 更有个推手, 他亦都被任命去, 被拜登去做一些, 选举制度的改革, 但一获足, 越搞越和, 我刚刚说的就是要改革的地方, 但他一点都不是上主的方向改, 继续中放这些, 所谓无证移民, 说他们不是非法移民, 用他们去投票, 这就是很大劲的一件事, 如果他的副手, 现在不知谁, 去选加州州长Gavin Newsom, 我觉得更加惨, 习近平会相当开心, 他对拜登认知衰退的隐瞒, 负上重要责任, 他怎样对Hunter Biden 的事件, 完全遮遮掩掩, 这个事情很坏的, 他在气候变迁的地方, 提认有10个trillion, 10兆的美金, 即10万亿美金, 去做个计划, 拜登也是说1.6个trillion, 你说10个trillion, 人家说1.6兆, 你说10兆, 那这些钱去哪里呢? 当然很多官商勾结在里面, Green New Deal是他提倡, 拜登都不会赞成所有的Green New Deal, 所有的地方, 在我眼中和很多的右派眼中, 都觉得Green New Deal是一个社会主义宣言, Socialist Manifesto, 他说的是什么呢? 十年里面, 美国要100% Clean Energy, 全面的清洁能源, 换言之, 没有Fossil Field, OK, 全面是风能, 水能, 太阳能, 今天全面这样去做, Nuclear 不算了, 你看这些原因是他们的做法, 这样做法, 他说会创造工作机会, 会增加了更好的, 提供更好的健康照顾, 医疗服务, 更加要推动, Band on Fracking, 什么叫Fracking? Fracking是中文, 就叫做水力压裂, 什么叫水力压裂呢? 就是Hydraulic Fracturing, 譬如说在腋癌, 有些深层下面的石头, 或者其他东西, 有这个石油, 或者有些可以燃烧的能源, 那你怎么样呢? 无论是油还是气, 可以用一个最便宜, 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Fracking, 又称为Hydraulic Fracturing, 打水进去, 撞开, 撞开之后, 烈解之后, 油气爆出来, 这个是最便宜, 最有效, 而且对于开彩游戏, 非常有成本效益的方式, 它要Band, 它要禁止, 说这件事的话, 激起很多人的反抗, 那我看回特朗普的很多演说, 也有drill, drill the baby drill, 那我们知道他要开彩石油, 叶岩油也好, 天然气, 普通的石油也好, 也值得开彩, 因为美国温床很多这些丰富的资源, 它就说要Band on Fracking, 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你通过政府的政策, 计划经济, 干预了一个市场应该要运行的法则, 以环保为名, 逃离绿能产业为实, 这个就是他自己本身得到华尔街集团清雷的主要原因, 而这一点是相当可怕, 这个气变来说, 就算这个之外, 还要征收气候污染费, 什么气候污染费呢? climate pollution fee, 你别问我, 总之是收你, 用费的方式去取代税的说法, climate pollution fee, 甚至要终止联邦对石化行业的特定补贴, 一切补贴要完结, 得到那些, 所谓的四大左交, AOC其中一个, 另外参议员的Ed Markie, 民主党的人支持这件事, 拜登只要build back better, 即是拿出369 billion, 即是369亿, 做这个气候方面的立法, 而他要拿的钱呢, 是10个trillion, 10万亿美金, 做这个有关的计划, 相当得人的, 学生贷款方面, Harris一直都说一些, student debt reliever, 大学免学费, 两年的college, 或者读到中, 中, middle class, 这个四年制的学生, 都全面, 拜登都不敢说, 拜登是要125k, 125千元美金, 一年收入以下的人, 才会免学费, 起码有所谓的收入的标准, 我都反对这种做法, 那如果126k, 你都交了学费, 124k, 你什么都学费都不用交, 好笑的这种东西, 那这个, 在这个, 在Kamlet Harris的情况下, 你会发觉到, 他全面, 没有资产审查, OK, 好多人怕, 那钱从哪里来, OK, 你不加税, 怎样怎样, 另外, 他觉得AI, 人工智能,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危及人类生存, 因此他打击诈变电话, 打击未标示的AI生成技术, 支持政府管制, 拜登只是说, 要做产业志愿标准, 他更加要强力, 用政府干预的方式, 去打击deepfaker, 即那些心异的情况, algorithm bias disinformation, 即政府说这个disinformation, 就说你不对, 就用政府管制方式来处理, 好可怕, OK, 另外你看回移民政策, 刚刚说过了, 就是说, 被拜登要求, 他做的很多事情, 他根本的原因, 根本上就没有查明, 他被很多的共和党人士, 称之为, 这个是边境沙皇, 就是叫做, 就是波德沙,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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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那你的美麦边境, 他变成了沙皇, 就是说, 来,来, 全部这些人进来的地方, 做无证移民, 就不会非法移民, 就是他的说法, 好得人的, 好得人的, 当然这种做法的话, 即是说, 甚至买拜登推出, 他说, 平均, 在七天之内, 五千个非法移民进来, 我叫非法移民, 他叫无证移民, 或者在一天之内, 八千五百个人, 我才删这边境, 一天8500个 或者7天平均 每天5000个 其中一个trigger到 我先删哪几 非法移民 无证移民一个都算多 你试试台湾这样 你试试香港这样 港英时代香港这样 就已经玩完了 犯法就是犯法 不可以这样做偷渡 但是他现在给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给大家 另外他在堕胎方面 你会看到 在生殖权方面 他所谓的生殖权 意思就是堕胎权 abortion right 他说要推动联邦的立法 甚至有些州 他觉得不可以被 现在那个 2022年联邦组保法院 经过Dops的case 基本上都已经制止了 就是这个用Ruie Wade 去用一个堕胎权的方式 承认全国有堕胎权 而是要交给各州 去自己按照各州的宪法 决定自决 有没有堕胎的权利 这就是各州决定 不可以由联邦 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因为真的 有不同的州份 有不同的保守主义 或者向新自由主义的倾向 两极的不同的想法 好了 在这个情况下 Karlene Harris认为 是要做一个所谓的生殖权 他说DoJ 就是司法部 有权去做一个叫做 preclearance 去做一个宣告 就是说 某一些的情况下 就要给到 指示你的州不可以制定一些禁止 或者限制堕胎的立法 就是说他联邦有权 地方无权 这个是违反了美国宪法基本的精神 就是中央地方分权 联邦的基本精神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是很荒谬的 然后他就继续这样说 就是说 例如法治秩序 law and order 大麦合法化 搞这个刚刚说的 例如George Floyd的时候 BLM Black Lives Matter的时候 也是基本上是极度和左派勾搭在一起 在经济方面 你会看到他就是削減通货膨胀 要降油价 但完全 这方面 我只是看数据而已 到今天都没回落到 2021年1月 他和拜登上任的时候的标准 另外他要扩大基础建设投资 要搞六能 基本上一定会推高通胀 基本上他所有的 通胀削減法案 最后变成了 加通胀的法案 他要搞care economy 要照顾一些幼儿 育儿和养老的情况 这个我不会反对 但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会增加极多的收入 这些情况是不是除了政府 基本上搞福利国家 搞法会滑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适量的care 够急扶喷 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但够急是重要 扶贫是应该用其他方式去处理 那你说看到其他 比如说是累进税要加剧 希望劫富制憑 能够做更progressive的东西 最严重的话 他就是大骂特朗 加中国关税 所以我思议呢 拜登一直都是穿规拜除 加继续执行 对中国的 billion and billions of dollars的关税 因为很多钱 这些惩罚性的关税 都有很大的程度上 拜登都继续执行 但到这个哈利斯的情况 如果他当政的话 不得了 因为他说明 他批判了Trump 大量征收关税 OK 是伤害到美国的消费者 他说这件事 对美国的消费者百常加根 各位 真的不是这样的事 OK 美国在Trump加关税的时候 通货膨胀真的没有升到 拜登减少了 对Trump征收关税的一些比例 OK 反而通货膨胀 继续search 这个地方原因是什么 大量释出资金 相当有关 很多的摊派 释放流动性 非常有关 OK 而这个哈利斯 声称自己不是 protectionist的democrat 他不是保护主义的民主党人 但他又反对过 奥巴马的TPP 即奥巴马时代 不是搞一个 跟全世界自由国家 或者环太平洋的 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他是反对过的 OK 又反对过 基本上是一个 USMCA 就是Trump时代 美麦家的自由贸易协定 他的原因很奇怪 他的原因就是说 这些东西不环保 不够环保 没有跌出充分的环保的保障 这是他提出的理由 OK 这个令人觉得相当 交流 以及整件事 智商矛盾的有很多 那么外交 里面是怎样呢 那么我想我们想着 等我下一次就和大家好好分析 他对中国 OK 对中国 对俄乌 甚至对全世界的外交方面 他有什么的看法 我想这方面需要更长时间去分析 所以我想这个时间太长了 我希望下一次再分析这件事 谢谢 谢谢大家